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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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要整容 小姐 您长那么漂亮 为何要整容呢 别说话 快点 好吧 陆总驾到 是陆氏集团总裁陆景轩 这也太帅了吧 切 一堆杂鱼 陆嫂爷 老爷叫您回去 走 管家开车带我去陆宅 去找龟龟玩咯 喂 让开 谁呀 红绿灯不分啊 老子车都被撞坏了 哪只狗不长眼睛 差点撞到本小姐了 你个杂鱼 快赔钱 你再说一遍 我没听清 这次就算了 本少爷不跟你计较 抄 给我起来 杂鱼 快点给我起来 杂鱼 对不起 杂鱼就是杂鱼 真烦 给老子记住 我叫下 默 田 大姐 嘿 墨田小姐 我错了 我不敢了 干净滚 爷爷 我回来了 萱萱 好久不见 别靠我那么近 离我远点 萱萱 这次叫你回来也是有件事要处理 什么事 你看你都二十六了 也该有个女朋友 我看小然挺不错 如果你没意见 那就订婚吧 我不同意 为什么呀 我有女朋友了 明天再回来给你们看 行吧 那行 我就先走了 爷爷 您不是说要凑合我和萱萱吗 怎么 小然啊 爱情不可以乱来 竟然萱萱 有了真爱 就不要去打扰人家 气死我了 给我等着 管家给我安排几个女的相亲 好的 陆总 有车吗 有房吗 存款多少 摊财 管家换下一个 哥哥 人家想买包包 太绿茶了 快下一个 本人二十六离婚带两娃 不介意的话能不能在一起 带娃还出来相亲 下一个 听小姨说这次的相亲对象是个高辅 帅 会有谁能拒绝得了帅哥 怎么是你 管这个叫帅哥 又丑又邋遢又神经病 小姨这是什么眼光 喂 你礼貌点 我这么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的帅哥 你怎么能这么骂我 我看你就是个自恋狂 管家 换下一个 合适 少爷在移境这最后一个了 您确定不要了 那就勉强错误一下吧 我可不想跟这个自恋狂在一起 我拒绝 做我女朋友 一个月一百万 钱什么的不是问题 主要的是我这个人就喜欢你这种帅哥 变脸真快 现在就跟我回家吧 放开我的手 我会自己走路 不 你不会 你礼貌吗 礼貌是你吗 别对话 赶紧走 就是你这个女人 抢走了我的轩轩 我今天真要你好看 不是 这位小姐 上来就莫名其妙 给人一巴掌 需不需要去医院治一治 真晦气 就是你这个女人 抢走了我的轩轩 你个刚小三的 真不要脸 我今天就给你一巴掌 让你吸取吸取教训 你那么喜欢伸巴掌 我也给你赏几个 你要是嫌太轻了 我也可以多来几个 你给我等着 我下次要你好看 现在我要干什么 晚上有一场晚宴 你打扮得漂亮些 陪我去参加 到时候给你加钱 好的 喂 你快点啊 慢慢吞吞的 等一下迟到了就给你扣钱了 知道了 马上就好 我操 这也太美了吧 看什么看 没见过美女吗 老婆 我们走吧 你二臂吧 放我下来 老公报老婆 天经地义 我让你天经地义 我让你天经地义 别人男朋友 你是怎么敢的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当别人小三 这人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跟徐氏集团前进大小姐抢人 陆少爷你可别被那个女人骗了 她只是图以前罢了 就是就是 败家你 你们这些杂鱼都给我听好了 我女朋友叫夏 墨 田 要不要我给你们示范一遍 什么是男女朋友 我学着一个人 一整天都不是我 夏 墨 田 你会为你今天的所作所 为 付出代价的 你有病啊 干嘛要强吻我 那可是我的初吻 那请问我的小公主要什么补充呢 我警告你 别乱来 你想拒绝 可惜太迟了 你打我干嘛 剧情不是这样演的啊 对不起啊 习惯了 没事继续 墨田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给个机会吧 我考虑考虑 一 就一张床该怎么睡 当然是一起睡了 想得到挺美 我睡床上你睡沙发 这样的话我会着凉的 你应该心疼心疼我 睡床上还是滚出去 你选一个 我当然是睡沙发上 把夏墨田给我装麻袋里 然后丢海里 把它抬出去 要给我快 别弄出 妈的 睡个觉 怎么还能滚下来 徐金燃 你对墨田做了什么 谨慎哥哥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 管家 少爷 请问您有什么粉丝 送他们去坐牢 不要啊 萱萱 看在我们多年感情的份上 这次你就饶了我吧 谁跟你多年感情了 一切只是你的自作多情罢了 还有 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否则你的下场会很惨 这袋子绑得真紧 这人上辈子是猪吗 那么能睡 睡在地上也会着凉 送他上床吧 我学着一个人一整天